接下來我們要教的東西叫做電解流三酮 我們做的實驗 電解流三酮有兩種 一個是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有的是以碳磅為電極電解流三酮 一個是以銅磅為電極電解流三酮 不過我們教的時候我們是教電度 然後把它轉一下變成是以銅磅為電極電解流三酮 現在是以碳磅為電極電解流三酮 老師說過 接電子的正叫做正 接電子的負叫做負 正就是正電流出負就是負電流出 所以正就有很多的正 負有很多的負 然後呢 同性電相似 異性電相似 負極的負電會把正因子吸過去 然後呢 誰會去得到電子 氫的活性比銅大 氫比較喜歡濕電子 所以誰得電子 銅的電子 所以 銅離子就變成銅 然後 正離子吸負離子 清氧根跟流三酮都過去 誰反應 我終身不會 我終身不會 我們沒有交雅化黃原電位我們不知道 就 方法一死負 不然就不要負 就不要你這個過程 只要接一個結果就好了 結果是清氧根作用 我跟妳講過 我寫兩個反應 這裡 我們喜歡寫下面那個反應 因為有好處 待會兒會告訴你 那個好處 我們寫下那個反應 OK 所以 老師說 考試要記得幾件事 一 誰在正極 誰在負極 二 正極半反應 負極 半反應 好 正極產生癢 正極產生癢 好 半反應 我們寫這個 我講過 因為這個有好處 那我要用 誰會寫它 然後呢 這裡產生癢 負極產生什麼 負極 剛才說負極生什麼 負極會生什麼 銅 銅 負極產生銅 半反應 銅離子變成銅 銅離子變成銅 所以 一 誰在正 誰在負 二 正極半反應 負極 半反應 好 要背的事情 尤其是那個負極的半反應 因為它會出現很多變 負極的半反應 它會出現很多變 所以你要給我背好 好 背好 OK C2 正 加2 右 正 OK 好 質量增加還減少 顏色變深還變淺 濃度變大還變小 因為正極會生癢 負極會生酮 所以 正極實量不變 為什麼不變 因為它氣體不會附著啊 很討掉啊 所以實際上不會變 那負極的質量呢 增加 增銅嘛 長銅出來 所以負極質量會增加 那麼顏色會變深 正是硫酸銅 硫酸銅 藍色 藍色是因為銅離子 這個銅離子會變多還變少 變少 所以銅離濃度應該是減少 好 那顏色變深還變淺 變淺 變淺 所以 劉三銅 銅離子要越少 所以銅離濃度減少 顏色會越來越淺 越來越淺 OK 就是 顏色變深還變淺 濃度變大還變小 質量增加還是減少 OK 還有說其他注意事項 有一個其他就是要跟我們那個 同範圍電極做對照 我們還沒有交 還有一個 有這個 電解牛三銅 你看到 來 剛才有看到方神式有沒有 它產生什麼離子啊 氫離子對不對 氫離子 那表示它的什麼性質會增加 酸性還減性 酸性 表示PH是要變大還變小啊 變大 剛才我們看這個前面的動畫的時候 不是說是氫離子 不是說氫氧根跟硫酸根都跑過去對不對 那這裡又生氫離子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長出硫酸的意思一樣嘛 就長出硫酸的意思一樣 所以 它這邊 正極的氫離子濃度會增加 PH值會減少 酸性會提高 就是我們的其他注意事項 你要能夠了解的事情 OK嗎 OK